反正就觉得挺难过的 自己每天不知道自己男朋友在哪 他还不告诉我实话 然后他每次都告诉我他在外面忙 忙你每天都在忙什么呀 你忙了有时间跟别人去看电影 你就没有时间约我了是吧 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就想着他这样每天加班加点的 上班也挺累的嘛 我就想着他有一天下班的比较早 我就约他说那我们要不来去看个电影吧 然后我们就到电影院 我知道他挺喜欢那个演员宋佳 然后我就顺着他 我说要不我们看那个路遥之玛丽吧当时 他想没想就跟我说他看过了 换一个 我当时就想 那部电影明明刚上映没两天 他跟谁一起看过了呀 然后他跟我说他跟同事看过了 他有时间跟同事看电影 为什么没有时间跟我一起看电影啊 你给解释呗 没有那天下班之后 就是突然有一个同事提议说 今天就是无聊吧 我刚刚有部那个电影首映嘛 他说一块去看一下吧 大家都说好 那我当然也就说就一块去看嘛 看完之后那天我也没有说 不陪他再看一遍 他就不愿意看了 当时就自己跑回家了 跑回家之后就发朋友圈发微博 然后就韩沙摄影的讲一些 就是很不好听的话 说什么呀 大概就是说 就是我怎么 就对不起啊 当时朋友就问我 到底你怎么了 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 我们情侣之间 吵架是很正常的 但是不要每一次我们吵架 你都要去公布出去 然后让外人来评判 或者外人去怎么样 我每天自己这样子 神经兮兮的 我自己挺难过的 我还不能找个地方 发泄一下是吧 姑娘你需要上班吗 我需要 你有朋友吗 有 你有自己的生活吗 有 但我觉得我生活中 大部分时间 包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就基本上都是 你给这个男人 一个基本评价好不好 我觉得他还是对人挺好的 对人挺好的 是对所有人挺好的 还是对他爱的人好 但至少他对我挺好的 他对你挺好的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不不不 是毕业之后 说现在 不说以前 毕业之后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会 每天就是 至少会给我打一通电话 会跟我通一下视频 会让我放心 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 不知不觉就疏远我了 我只是假设 我还没问他 如果我说是他不爱你了 你能接受吗 如果我说他不爱你了 如果我说他要离开你 如果我说 他就是这样了 人家只是不好意思说 让你自己去悟 你能接受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说实话吧 还爱吧人家 实话是还爱的 要不然也不会说 来上这个节目吧 我就是想说 就是大家都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 因为平时有的时候 对啊 他那么敏感 你就告诉他 你去哪不就完了 实话实说不就完了吗 我实话实说 告诉他去哪 他就选择的不是相信和信任 他选择的是 他为什么不信任你呢 其实他以前 虽然大学的时候 还倒没有这些问题出现 但是他就已经有一些 这种问题出现了 因为我们都在一起 但是经常他就会翻手机 你是不是跟谁又聊天 就是有时候我和我朋友 好吧 上课 那就是这么一个 对你都不相信的女人 你还爱她什么呢 我也特奇怪 因为其实除了这个 他其实其他都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有的时候 也还是蛮可爱的 行 你们俩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 他除了不告诉你 他去哪 他其他还是不错的 对吧 他是 他除了翻我手机 和查我的岗之外 他其他的都是不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